我是Michael No Limits Le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幾個血液動力的動作 可以練我們的肩膀 我們會address全部三個頭 就是前面的肩膀 旁邊的肩膀 還有最後面 所以我們要先做三個動作 就是先把我們的身體把它熱起來 就是warm up 一下 所以我會先選血液動力拉力帶一 是最輕的 然後我們會先做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所以這個動作可以先把一些血 把它推到我們的肩膀 所以我們待會再練 我們的肌肉會更長 就是我們的 muscle 可以 exert 最多 force 然後會最安全 就是 minimize the chance of injury 就是把我們的 elbow 卡在這邊 就這樣子 重要就是你把你的核心全部夾緊 你的身體才會全部卡鎖在這邊 你自己是把它拉長 到這個部分就你的肌肉都縮緊了 我們現在要花差不多十分鐘 就是把那個血全部在我們的身體 一定要記得兩邊都練 都熱起來了 我們就換到這個叫 band pull apart 所以我還是用拉力帶一 我從前面放到後面 這個也是做 就是做到你覺得有點流汗了 有點熱起來了 我們就換到 shoulder dislocate 所以我站旁邊全部要挺胸 屁股也夾緊 核心也夾緊 我們今天要練肩膀 所以你可以花五分鐘 就是特別做一些動作 幫忙你的肩膀熱起來 還有你可以花再五分鐘 就是比如說做這種 cardio 就是花差不多五分鐘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 face pull 很多人會喜歡放這個動作在最後面 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個動作 也是不一樣的邏輯 因為大部分的人 如果我們看這個三個肩膀頭 一定大部分的人 就是他們最弱的是後面 所以我把一邊拉這裡 就穿進去這個洞 好 所以這個face pull的動作 你可以想就是你要把你的大拇指 把它拉後面這個方向 有的人喜歡拉到他們的脖子 這個部分 有的人比較喜歡拉到頭 這個forehead的部分 有的人喜歡拉這麼高 你可以試試看三個不一樣的位置 看哪個你覺得比較適合 我現在還在用拉力帶一 我們第二個動作是肩推 overhead press 現在就換到拉力帶二 比較比較厚一點的 我今天說你可以練一邊一邊 所以如果你有一邊比較弱 比如說你的右手邊比較弱 你就可以先練你的右手邊 OK 第二個動作就是肩推 你不一定要坐著你也可以站起來 如果這個太容易了 用兩邊你就可以換一邊 這個就比較難 如果這個還是太簡單了 你就再用這個拉力帶一 OK 第三個動作 Upright roll 我可以直接綁在我的這個收法下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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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想像力 你就可以改變這個動作的長度 你就可以改變這個動作的長度 所以我可以JUD再遠一點 這樣子 我從這裡 這樣子是最好 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還是換回去我們的後面的肩膀 我要做這個 所以這個也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方式可以練 但是大部分就是你會做這個動作 我會建議你選一個比較長度低一點 因為我們的肩膀後面的肌肉是蠻小的 所以這個我會建議做最少8下吧 但是我會選可能差不多10到15下 所以我可以更容易一點這樣子 我會選擇 我剛剛教你總共八個動作 就是五個動作是 算是真的練到我們肩膀 三個動作就是 先把身體熱起來 我會選擇 我們可以對我來說 我會選擇 我們要選擇